我们今天来讲FlyOS的图生图的原理 主要是我看到有人讲到FlyOS的Impension 那个节点有问题 可是我测试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主要讲这个图生图 主要是它可以用在大部分的人都用在什么方面 不外乎就是部分床位跟风格转换 那比较多人玩的就是说大家有发现就是 它Flash去转2.5D的话 真人转2.5D的话 Twitter现在就是蛮多人在玩的 那这个要怎么玩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这个照片载入进来 这个我们之前讲的图生图都有说过 然后再开这个反推提示词的节点 这种名称都不会更改 大家自己去找就好了 然后这个模型你自己认选 都无所谓反正就认选就对了 那反推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要转2.5D嘛 所以我们要把真实这个字给去除掉 然后可以再有去除标签 因为我有先推过 所以我知道我这个字 然后我把这个字给去掉 这样然后它这里就不会有这个字了 然后再传到这个风格 我就用这个动画风格 这个Animate 这个动画风格 然后呢 它这里呢 就是可以把上面的提示词呢 跟动画风格串起来 变成整个提示词文本 再送到Clip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传进这个采样器 然后这个Later呢 我们不可以用1024x1024 那Later 我们要用VAE encode 这样 那这样进来就是这张图 它就转成浅空间进来 往外去重归 重归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类似2.5D的风格 我们来刨一次看看 重归幅度 你自己可以调 那你如果调到一个 整个就是一张新的图 所以呢 没有说 没有说一定要多少 那你自己可以去测 测看看出来到底多少 比较好 这就是这种真人转2.5D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就是旁边的都比较逼真 然后这个就变成比较动漫风格这样 那这是第一种的玩法啊 通常呢 你要动漫转真人也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只是成为幅度 你们要自己去测试 那第二种玩法就是说 比方说我现在要换掉 它这个服装 那我要怎么换呢 我现在要换掉这个服装呢 我们可以搭配动态提示词去换 那要怎么用呢 这里就顺便讲到这个 动态提示词的插件 跑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动态提示词插件 这个是一个 这个 Dynamic Proprietary 这个节点 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 这个节点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卓 那这个节点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卓 那这个节点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卓 那这个找到安装之后呢 你可以把一些提示词的 那个文本呢 就是万用之源做成分类 它这样每一段呢 其实就是一串 一串这个 你把它想成一个浓缩的单字就对了 这样每一行呢 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的单字 那假设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的衣服替换掉 一样按右键 然后Open Mask 这个 这个打开接着 然后去把它圈起来 你要重回哪一些地方 圈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搭配动态提示词 就是我想要换什么上衣 我这里呢有13种的衣服 都是上衣而已 然后呢 这个记得Auto这里要写yes 你写no 那它就只会跑第一行而已 一定要写yes这样 然后它就会一直随机去跑 那一样这个文法 我们就传到这个Clip里面 然后要注意的是 这次重位幅度就不能够跌了 因为我们要把衣服整个换掉 所以我们重位幅度会让它到1 那还有这个遮罩呢 这个遮罩我们要开这个Blue Mask 这个 然后就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我来刨一次给各位看 好可以看到 现在服装就是 现在服装从这个西装上衣 变成这个衣服 那我们可以再多刨几张看看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这个 Invention Mode的 这个重位的使用方法的工作流 那可以说 其实 这种方法通常要搭配 CtrlNate才是症解 你如果没有搭CtrlNate才表示说 因为它有的衣服跑出来 那会怪怪的 比方说像这样 这样就怪怪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工作流 其实有时候要去赌运气 那这种 因为这种方法呢 你比较需要去赌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这一种 这个叫做Forens插件 那这个插件呢 一样也是在 插件管理器这里可以找到 主要是这个 这个 这种很装的 这一个 就是这个 525這個 那這個抄襟要怎麼用呢 其實它跟Segman anything很像喔 我們來跑一次工作流給各位看 好我們現在來簡單的說一下這個formance怎麼做 一樣也是圖片載入進來 然後呢這個formance它一樣跟Segman anything一樣 也是這個你可以輸入提示詞在這裡 然後我們選這個根據這個表達的這個提示詞 去做切割這樣 我們去切出這套西裝這樣 那這個模型呢是怎樣 你如果第一次用的話用這個download 已經有用過的話以後可以改這個就是model loader就好了這樣 那第一次用的話就是用這個download才會做好 那這個我們就是把它擴大模型 讓它自然一點這樣 這個是高斯模糊 那這個task任務是怎樣呢 它這裡有很多種 大家可以一個一個去試 那基本上呢就是它有反推 就是它會去辨識這個區塊 反推提示詞在這裡這樣 然後這是坐標位置 這個是坐標位置 這是其他的功能的 那大家可以去慢慢試試看 我都有試過 我覺得它會明顯不同 它就用不同的去切去形容這樣 那還是有缺點 缺點就是說它內部這個內 內部的這個衣服呢 它也是不會辨識出來 那這個呢 可能以後還會有辦法改進 目前我用這些區塊去反推 它也是推不到內部這個衣服的 不過沒關係 基本上它就是這樣使用 那我們再用這個羽翼去切割 看到說我要切出這一塊去充換 那我可以跑一次給大家看看 好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就是這個材料鍵的應用